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红 全线上涨 个股方面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扑涨的格局 今天上涨的加速 接近4000加 那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啊 所以今天无论是指数还是个股的话 整体上都还不错 市场呈现比较好的一个赚钱效应 那么今天涨的是很好 但是明天好像有点让人担忧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明天就要触碰上方的60天均线了啊 那么上一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没有过去的啊 被打下来了 那么这一次又反弹上来了 明天能不能过呢 接下来的行情又怎么走呢 我相信这些问题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 明天希望大家端好板凳 泡好茶 静下心来 好好的听 首先明灯会表明自己的观点 逢敌 必亮剑 明灯的观点十分的明确 相当的清晰 明天A5能够顺利的突破上方的60天均线 也就是3078 对于明天的行情 明灯坚定看涨 这个就是明灯的观点 那么明灯这么去说 依据和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明灯想从五个方面跟大家来聊一聊 首先第一个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 周线出现了几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表明从周线级别上来分析 行情仍将继续上涨 也就是说本周的行情 咱们都是看涨了 周线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五周线已经开始拐头向上了 大家看到没有 由下降转为上升 由压力转为支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今天做了一个有效的回收的确认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今天回踩到五周线之后 顺利的拉起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五周均线 它的支撑有效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 周线级别的KD指标 目前是警察状态 所以 多个因素 咱们综合起来分析的话 从周线级别 我们应该坚定的来看涨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们从60分钟级别 也可以得出明天上涨的结论 我们一起来看 60分钟级别 我们可以看到 KD目前是金叉的状态 MICD也是金叉的状态 也就是说 形成了一个双金叉的看涨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 是比较明确的短线看涨信号 所以我们有理由 对于明天的行情 持乐观的态度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 最近的人民币 出现了一个 大幅的拉伸 快速的升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们一起来看数据 单单今天 人民币就暴涨了400个基点 11月份以来 人民币累计 升值了1400个基点 并且今天什么 升破了7.2 这个整数关口 也就是说人民币 最近涨得特别的猛 那么大家来告诉我 人民币升值对于股市 是利好还是利空 当然是利好 所以说在人民币 大幅升值的这种背景下 那么人民币资产就会迎来一个 暴涨 那这个当中当然也包括股票 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北向资金今天出现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因为大家知道 上周五行情是上涨的 但是 北向资金是流出的 流出了21个亿 上周五 所以明灯 对行情还有一丝丝的担忧 毕竟什么 行情在往上走 但是外资在往外流 是不是 它起码出现了一个背离的情况 但是今天呢 外资和行情终于形成了一个同步 今天行情是上涨的 外资流入了13个亿 那么这个让我们对于明天的行情 就会充满期待了 因为今天的上涨 它是什么 它是在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发生的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第五个方面呢 很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 明天要想突破 我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放量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的几次突破 这个地方突破10天线 放量了没有 放量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突破20天线 放量了没有 放量了 是不是 突破30天线呢 同样也是 小幅的放量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突破60天线呢 必须也要放量 那么好在今天已经出现了放量的苗头了 上周五两次成交了8200亿 今天呢 突成交量放大到了9200亿 也就是说增加了1000个亿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 因为 越靠近这个压力位 越需要放量 对不对 如果说越靠近压力位 越缩量 那很有可能 过不去 或者说 即使过去了 也有可能是假突破 因为没有量嘛 对不对 那么今天 市场的成交量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 有效的放大 那么这个 为明天的突破 其实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所以综合以上五个方面 明镇的观点 十分的明确 相当的清晰 明天 大盘突破 3078 突破60天均线 没有问题 明天的行情 还将继续上涨 好了 行情的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用 请到评论区打上三个六 喜欢明灯分享的朋友 记得第一时间加关注 认可明灯观点的朋友 欢迎点赞 转发 分享 最后 祝大家投资愉快 谢谢大家